今天下午视频欢迎收看《快速报》节 今天所有的棒球迷可能感到了热血沸腾 因为今天经典赛落幕 没有想到最后的一局 最后一个对决 就是这一球 根本如此的惊心动魄 在最后一场比赛 真的是每日大对决 而每日大对决 就是大谷祥平跟Chord 两个人的头大对决 而在最后一球 也就是两号三块之后 一个天以43公分的滑球 让Chord挥棒落空 结束这场的比赛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精彩 这个是最好的剧本 因为你中间只要有一点点偏差 中间只要有一点点的改变 大谷跟Chord都不可能 在最后一个档次里面 两个人的对决 就没有想到世纪对决 真的在我们的眼前发生 而且美国球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大谷祥平就像一个怪物一样 他就在打击区跟牛棚里面 跑来跑去 他顺利的得到了这次的MVP 也变成了日本的国民一球 但是问题是 刚刚讲的 这一场比赛之后 刚刚讲的 他真的会改变 大家对棒球的感觉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前面 对大家非常熟悉的 财经专家黄收 宋文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的体育主播张志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的体育主播 前帝远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深媒体的黄伟汉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五位是资深媒体的杨慧珍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战略专家林婷辉 大家好 好 待会儿时事评论你之后 也会将我们的讨论 走 经典赛一开打 你就说 最迟的关注就是 大鼓小平跟Trout 而且Trout本来没有想要参加 这次的美国队 是因为大鼓小平参加 大鼓小平参加是什么 他们两个都有天使队 两个天使队我没有机会对决 我就是希望 这次到了经典赛 我要跟你一对一的对决 没有想到 这个场景 真的在经典赛发生了 而且是在 经典赛的最后一球 而且今天找到这个画面 Mike Trump对决大鼓小平 大家想到神仙也没有想到的 这个剧情 那那个时刻里面来说 全世界的棒球迷都在关注 史上最强的打者 对决史上最强的投手之一 而且当时是第九局 美国最后一个出局数 两好三坏满球数 三比二 Mike Trump如果打出是全内打 两队是三比三追成平手 所以这个时刻里面来说 到底是最强的卯会赢 还是最强的盾会赢 两个这样的终极的对决 就最后是大鼓小平 用一个位移43公分的滑球 三阵的Mike Trump 你说平一43公分 那你知道这是他们两个 史上最强的两个棒球选手的 第一次的交手 我就讲 因为他们两个都在天使队 我从一开始就讲 实际上这一次 为什么Mike Trump会来打这个 这个所谓经典赛 当然美国要未免 是很重要一个原因 但是因为大鼓小平要来 所以他想说 那你日本既然派出最强 我美国这个美国队长 神尊我也要参加 所以他就说 我希望能够在这个经典赛 会一会这个大鼓 所以在春训的时候你知道 因为神尊也要参加 所以在春训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同队的 那大鼓在那边投球的时候你知道 他还刻意不要让Trout打 Trout本来想去看 对 他甚至还想去打 他都不让他打 因为为什么 他觉得说 有可能搞不好 我会对决到你 我们终须一战 就没想到今天在这个画面里面 果然他们两个在最后 就这样子决战 而且这个决战的结果是 大鼓翔平获得了胜利 而且他拿到了 这一次比赛的MVP 而且最后就问怎么看起来 血脉盆张 说的是 这个全世界最好的打者 跟最好的投手之一的对决之外 刚刚讲到 两个人职球对决 两个人男人的对决 两个人都没有放水 刚刚讲 大鼓翔平 我就是职球对决 我一开始标164 然后呢 我丢了一个87公里的 滑球位移剩43公分 事实上他们两个的对决 是相当相当的精彩 为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大鼓翔平 因为他是一局限定 所以他已经毫无保留的吹出来 因为天使队只能让他投一局 对 因为他也说 他要粉身快碎骨 所以他这一局 他是真的 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他吹的真的是相当用力 你看 他整个姿势这样吹的这个动作 他都屡屡标出164公里 163公里的这个快速直球 所以他等于是 把他看家本领的两个球种 一个是真的快速的这个直球 红中 而且他还丢了两球红中 一球是100万 一球98万 让你挥 但是Maitro都挥不到 对 原本两好三坏的时候 我们都认为说 搞不好他又跟他一个直球对决 就他是突然冷不防的来的一个 位移四十三公分的Maitro Maitro的这个红 滑球Maitro连挥都挥不到 所以就这样子背一个三阵的这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到的 大鼓这样的一个动队 整个日本都疯了 而且不止全日本疯了 那在当下之后 很多选手都说 我看到我觉得不可思议 像那个轮巴就说 没想到看到Maitro 跟这个大鼓 能够这样子对决 他都是令人难以置信 而且他讲的有那种预言的感觉 他说当你看到了 Trout走上的打击区 你就感觉到这个剧本 早就写好了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也认为说这是最佳剧本 结果没想到真的在最后 我之前就认为 每日决战是最好的剧本 不是会在九局的时候 两人出局 两好三坏 太不可思议了 还有更夸张 他是达比修友 达比修友就说 Maitro跟这个大鼓对决 他说我知道 是最终的梦幻对决 而且大家心里面 他早就知道 一定会是三阵受场 最后是大鼓会三阵到Maitro 好 那刚刚讲的 大鼓也因为这个优秀的表现 这一次获选了MVP 所以我刚刚讲 大联盟的官网 根本就把他当成神鬼一般 保洁 当然是当成神鬼 你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我们先不用讲别的 这个五局结束之后 你看他MVP又是这种表情 对 没错 因为他这一次 不论是在投手 不论是在打者里面 他都打得非常好 然后投了也非常的赞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 保洁你知道吗 在赛后的时候 很多人就访问他 你知道这其实人家就说 他已经不是 Altis说他是外星人 所以他这一次其实是怎样 地球上最会打的神尊 被一个外星人给三阵 那应该这样来说 而且你知道 因为他要登板 那五局下班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接到命令 他要去牛棚待命 那因为他要打 所以原本是在打击的休息区 就他拎着他的水壶 还有手套 走到牛棚 牛棚居士在全能打架的那边 他走到那边去 走到那边去 开始热身之后 结果没想到 后来又要轮到你打击 他又跑回来打击 就没有轮到 所以当时美国观众 就觉得非常夸张 他们从来没有 你看到的一个学友圣 在休息区跟牛棚 两边跑来跑去 后来没有打到 又跑回去这样 就后来T局下班的时候 他又出来打 出来打的时候 没想到 他还跑出了 用他的速度 跑出了一支内野安打 所以他是不是很累 有够累啊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我就觉得 为什么这是这个最终剧本 这个怎么写都写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原本他一开始 九局上半开始的时候 还有点紧张 因为他先保送了这个麦克尼尔 就没有下一帮的Mookie Bass 打出双刹打 双刹打才会变成是 两人出局 最后一个最终对决 你这个剧本 没有人配合好的话 是没有写的这么精彩 是不可能出现这样子 如果没有那个双刹 那个情绪跟气氛 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完全都不一样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在今天的时候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 这个主办单位 似乎是已经预言到 会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看 今天的入场的典礼里面 你看美国的举席官是谁 是麦克特斯 说这个日本的举席官是谁 大鼓 他们两个就这样进来 进来的时候 你看 人家就说 很像是那种漫画场景 在我们眼前发生 而且他们两个 在这个之前的时候 还互相致议 互相致议 就似乎是暗示了说 我们在这场比赛里面 之前还有这样的互动 对 那事实上 这个大联盟官方都知道 这场比赛就注定 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对决 那我就讲 为什么多么的不可思议吗 你知道 第一个 因为原本是三比一 如果是三比一的时候 其实没那么的血脉喷脏 但是因为八局上半 打比修友上来的时候 他被这个美国队打出 这个 Swarber 打出一只拳内打 才会变成三比二 所以一切一切的 只差一分 一切一切的补牌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 这些集中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会看到最后三比二 九局最后一局的 两好三坏 然后就是 Mike Trump对决 所谓的这个 大鼓的一个神剧本 好 所以这品 你先看了以后 觉得 今天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 而且这样大鼓 得到了所谓的 最佳VP 刚开了画面 你一般一个投手 你应该把这个时间 把自己保护好 你要把自己 弄到最好的状态 就一下子在打击区 我还去打了一个内野安打 然后我要跑到牛棚 我还去做热身 这个在过去 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状况 看到这我就想到 像之前Michael Jordan拍的 这个Space Jam 的怪物骑兵 那好像是 带领了一群地球人 来打怪物的概念 那今天他真的是 把整个日本队 他完全掌握在手里 你知道吗 在这个第九局上半这六个球 在赛后 美国队的教练 De Rosa直接讲说 他还不可思议 他在面对这三个人 都是MVP等级的选手 他怎么有办法 就是三十支拳雷打之力的人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 这么强的心脏 能够在那三个人次当中 打出投出这么极致的表现 从事后的整个分析发觉 他这六个球的水准 比他去年在大联盟的平均数 来得更好 代表他今天真的是顶尖对决 第一个 他的直球的转述 比他在大联盟时期来得更快 所以他的直球本身下降的幅度少一点 所以视觉上会有更多的上串的效果 所以那个点 Mai Trunk的打击热区 打击率是四成多的 可是Mai Trunk灰空吧 然后刚刚讲到 他的滑球的横移 他的转速2700多转 我们在前两天也提到 叫Sweeper 横扫球 那横移40多公分 其实他在今天第一个面对 Magnier的那个滑球 你就发觉 哇 他今天的滑球状况很好 所以他把这两种球路 今天投得比他去年更专注 更有主宰性 也让Mai Trunk 尤其在最后的那个滑球出来之前 你知道吗 国外的转过单位一直在预测 直球对决 直球 因为前一个已经是一个102 所以Mai Trunk也在等什么 等直球 最后来了一个外角的Sweeper 最后让他挥棒落空 就这整个剧本在赛后的时候 讲实在话 美国的教练就直接傻眼了 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剧本发生 再一点 我们在之前也提到过 他在进入大联盟的时候 ESPN的记者 Jeff Patson 认为说他前地上打得这么烂 他根本是个高中生 他应该去社区大学打球 练一练再回来 后来发觉 他越来越厉害就给他一个 特别的称呼叫什么 独角兽 独角兽 就像我提子今天说 他根本不是地球人 他外星人 外星人 所以你就会发觉就是说 确实重点是在那个关键时刻 他的心理数字 他完全不确查 所以他前面那几个球 一直塞进去 摆明告诉Mai Trunk 就是我今天的状态好的很 我直球跟你对决 可是最后的时候 还是用一点小心机 把这个滑球投出来 Mai Trunk也傻眼了 不是 而且我是外行人 我都觉得这个球好漂亮 这样的平移43公分 所以你根本感觉不出来 为什么 就算你不挥棒也是个好球 Mai Trunk在赛后的时候 记者访问他 他很霸气的说 好了 大谷赢第一回合 真的吗 对对对 大谷赢第一回合 赢第一回合 我会讨回来 可是他在中间 还是恭维的大谷 因为大谷今天投得相当的棒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他的带领之下 整个日本队在今天 就算那一局 那一局的效果 胜过整个赛事 所以让整个赛事定调在 今年就是大谷元年吧 对 好 刚刚讲的今天大联盟用了这张照片 这个照片是过去大谷很难显示 他以前都觉得他充满微笑 非常的客气 我还看过说他被打了一个触身球 一般美国选手被打了触身球 就要去甩棒子去跟投手交这个拼书赢 他也没有笑笑就走了 可是你看MVP这次大谷的表情 他这次第一个昨天上二壘头盔拿掉叫的一声 然后那个投球交代全场都知道 还有今天这个表现 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大谷了 你知道吗 他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极端的一个代表性 他在私底下人相当的温暖 2013年的时候 我曾经派人到日本去访问他 他超nice 大家都喜欢他 可是重点是他在场上 就像他在今天的赛前 跟着所有的日本队员所 跟他们做的一个信心喊话 不要仰望这些人 不要真的是觉得这些人好像你觉得他是你看到的明星 今天你可以尊重他 可是你要更怎么样 更好好的把你的能耐打出来 迈向胜利之路 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你最可敬的对手 所以我觉得那个态度上 他在这次代表就是日本 有点像日本武士的精神 只是拿的不是武士刀 拿的是球棒 用的是球 所以你就会感觉得出来 他真的很热爱这个角色 他也把这个角色扮演的 没有话 你说今天很多的棒球迷 真的感受到那个棒球的奥妙 真的有棒球之神的一个存在 这一次的清点赛 你才开始就讲 这是什么 这是Trout跟这个大谷祥平的中期对决 Trout就是因为大谷祥平 他才愿意参加美国队 就没想到 打到最后真的是 美国跟日本对决 而且不但是美国是日本对决 到第九局 就是大谷祥平跟Trout 最强的投手 跟最强的打击 这个对决 就没有想到 在两好三坏两出局的状况下 丢出了一个刚刚讲的平移四十三公分的滑球 而且这个剧本谁都想不到 最后最梦幻的剧本就是由 Mike Trump对决大谷祥平 史上最会打的男人 跟史上最会投的投手 两个人的对决 最后大谷祥平 保险那这个整个对决里面是真的血脉喷脏 为什么大谷祥平没跟你客气 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 他连续飙一百零二麦 一百零一百麦 一百六十四跟一百六十二的公里数 快速直球跟你对决 你要挥就挥 你挥挥看 就最后一球来说 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用一个约莫是一百四十公里左右 飘移这么多 一百四十公里左右的滑球 你可以看这个轨迹非常明显 投出去之后以为是快速球 但是你看往外移出去之后 Mike Trump挥棒 就挥棒落空的那一刹 你看整个大谷祥平 还有整个日本的球队 全部都跳起来 因为这个梦幻对决 最后是由日本获得胜利 就这一球 对 没错 你看这个球 横移的速度向 横移的月末四十三公分 你知道任何人 人家说 这个滑球实在太具引诱性了 整个这个对决 那我就说 这个今天的这个梦幻对决 是真的只要任何一个东西 没有配合到 就完全不会打到 不会他们两个打到最后一刻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经典赛 大谷在最后一场 因为他已经被天使队排定 他接下来大联盟的开幕赛是他 所以他不能够打太多 今天只能够上场最多 只能够给他一局 只能够一局 那只能够一局 你想他会什么时候 他当然要最后一个时刻 那最后一个时刻呢 为什么你最后只有三个出局数 你怎么样对决到MyTrump 那而且你最好是要领领先 如果你落后的时候 你到我相信你出来 也没什么太多意思 但是剧本就是这么有意思 九局他上场的时候 日本就是三比二领先 而且八局下 八局上又被K了一支 本来三比一变成三比二 更具轩移性 然后呢美国是轮到一二三棒 第九棒第一棒第二棒 这三个强打者 而且前两个刚好都被他解决了 就轮到MyTrump上来 就是两出局 而且我又头脑两好三坏 所以我就说 今天真的是棒球之神写了一部 我们难以想象的棒球剧本 给大家看 而且刚刚讲 大鼓小民得到这一次的FVP 大家讲实质名归 对 他太夸张吧 一下子在打击区 对 一下子跑去牛捧 那就跑来跑去 对事实上今天很多人都说 你这个大鼓你也太累了吧 大鼓今天你要当打者 你要当打者的时候 他其实从第五局开始 第五局 因为第五局 牛捧开始慢慢的上来 对不对 你看他一下子在打击区 挥一挥 这个好像要开始去牛捧待你 跑到牛捧去 就这样又要轮到你打击 然后牛捧从那边跑回来 他来来回回跑了好几次 然后七局下 他还跑出一只内野安打 你要说难道你都不会累吗 七局下 你看他跑这一只是七局 对 七局跑了之后 然后好又开始去练头 那个练头完之后 然后九局又上来头 上来头之后你看 我觉得他真的是粉身碎骨 今天他最后的那一局的投球 他真的是 卯足他的拳筋 你看他的动作 他如果出去的时候 你看 这整个人这样养出去 他其实那个用力 施力 是相当相当的卖力的头 那我觉得这次也创了一个记录 你看 最佳投手当然没有问题 他是这个最佳 最佳组合里面来说 他是一个最佳的投手 他打指定打折 他也是 所以他等于是史上第一次 他用两个身份入选到 连这个所谓 他们公布了一个最佳阵容里面 这一次 是打完之后 WBC 确定说最好的阵容 最佳投手 最佳指定打击 都是打鬼 当然我们张玉成是最佳一的一手 对最佳一的一手 所以他事实上 现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大股 是完全被这个大家又 完全他已经已经是很厉害 但是这一次 等于是又更上一层楼 那赛后的时候 你知道 Otis去访问他 Otis也很厉害啊 他就说 你真的很没意思 这个Might Trump给你是 German 那你就用这个 那么恶心的升卡 那么恶心的滑球 被他删证 他说你这样子没有意思 他说你到底是不是来自外星了 你知道吗 这美国对他的这个赞美 是相当相当的这个 而且他这一次真的入选了整个MVP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这一次 当然Might Trump是吃鳖嘛 Might Trump吃鳖的时候 你看 后来人家赛后就访问他 访问他 你看他的表情说 大股只是赢了第一回合 他说 他已经下战输了 下一届我要参加 下一届 对 他要来参加 他说大股只是赢了第一回合 但是呢 那大股也说 他也可能 他下一届应该也会参加 所以搞不好 Might Trump对决 这个大股 搞不好除了这一届之外 下一届还会再看到一次的对决 对 对 你说这个几层 真是让人家相信 有棒球之神的存在啊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说运动的人说 莫忘初衷 你看他今天的表现 他这样来回跑 像什么 像个哨棒球员 那他刚到美国的时候 大家说他是个高中生 可是他今天展现出来的实力 是顶级向世界大赛的第七战的那个closer 所以说他的二刀流 现在大家开始在帮他想新的剧本 这些剧本 因为现在他是先发投手 而且又是打者 可是如果有一天 他不能够担任先发投手的时候 那么长的局数 他是一个很好的closer 他还可以延续他的二刀流 你看他今天在整个场上的霸气 那六颗球 对 每一颗 不管是用心的程度 精准度 跟摆明 在跟那个打者斗志的那个心态 对 他都是相当的强势 完全在气焰上 跟实质的能力上 压过了这十年 NLV号称这十年 最佳的打者MITRON 所以说打完之后你知道吗 所有的分析师都说 麻烦天使队努力一点 麻烦让这两个球员 有机会打季后赛 要不然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在 世界大赛当中去展现他们的能力 他们只能够在经典赛当中彼此对决 可是这两个都是大联盟的顶尖选手 可是他们便没有机会真的在他们自己的身上 多一个冠军界子 所以说这场球赛真的是经典 可是也打出了很多新的话题 下一届的彼此的对抗 而且我相信美国队下一届的投手 应该会有更多的大投手来支撑 因为今天明显看到两边的打者很华丽的同时 美国队是打不到日本的投手 可是美国队的投手也没有办法真正压得住 因为就是大谷是从高中开始立定之下 我看这个太夸张了 我的柔软度 我要讲的 我要锻炼体格 我要做船长生的一百三十公斤 要站稳球 还要跟你讲的 我现在吃饭要早天早上吃三碗 晚上吃七碗 这也写得太细了吧 而且我要成为八个球团第一名的 第一个指定指名的人 对保洁哥 十七岁的时候你想要做什么 我们都不记得了 我们十七岁想要做什么 结果你知道吗 大谷翔平 这是他在十七岁的时候 他所立下的一个人生的目标 而且他非常清楚 他要怎么样去做到这个目标 教大家看怎么去看他的这个目标的表 最中间黄色的那个 就是他今年想要达到一个目标 就是他要获得日本八球团第一指名 就是八个球团全部都要他 那你怎么样能达到这个目标 其中有八个必要条件 那八个必要条件 你要有球进 你要有球速 而且每公里一百六 每一百六十公里 然后你要有变化球 你要控球 你要有运气 你要锻炼体格 你要心理层面 你还有人品 然后往下看 你就一个一个去看到 他应该要怎么做到这一步 譬如说 等一下 我现在看懂了 对 我的主目标是八球团第一指名 那我要有球速 叫有球速要强化体干 球做到一百六 那我要强化肩膀 那我要心理层面 我不受实施的影响 心理层面 硬棋 我要运气 运气干嘛 我要捡垃圾 我要受人支持 我要控球 我要用全身 不是手臂打击 我要控球 我要强化体干 对 你其实每一个所谓的九宫格 就是你要达到每一个目标 你又有个九宫格 譬如说 在那个锻炼体格 这个部分 你看 最左上角 我要身体的保养 第二个 我要摄取健康营养品 第三个 我要紧前深蹲九十公斤 第四个 传统深蹲一百三十公斤 第五个 吃饭 早上吃三碗 晚上吃七碗 第六个 身体可动范围 第七个体力 第八个柔软度 所以你就知道 他的九宫格是 一个九宫格之后 不对的一个九宫格 我个人最害怕 或者说最警仰他的是 运气 你看哦 我要有个好运气 我要怎么样做到 好运气的九宫格呢 第一个 我要打招呼 第二个 我要捡垃圾 第三个 我要打扫房间 第四个 我对裁判的态度 第五个 我要讀書 第六个 我要受人支持 第七个 我要正面思考 第八个 我要珍惜求聚 然后呢 再来 我真的觉得 看完这个 你要知道 这不是二十七岁的大古祥宾 这是十七岁的大古祥宾 所以 为什么大古祥宾 可以变成今天 日本的棒球之神 因为他早在十七年前 他去透过这个九宫格 九宫格表 不断一步步完成 所以让人家认为说 他为什么可以在那样的情况 态度或整个心态上 这么稳如泰山 因为他为了今天这场战役 准备了至少十年 在看大古祥宾的资料的时候 有些我东西不可思议 第一个 他现在二十八岁 他站在这个全世界的棒球的顶峰上面 他虽然没有交过女朋友 那不但没有交过女朋友 刚刚讲的 他为什么 他说他每天就是练球 吃饭 他一天要吃六顿饭 我每天练球 吃六顿饭 我每天要睡十个小时 我的时间都花在练球上面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的说法说 我太爱棒球了 抱歉 事实上大古祥宾 会有今天的这个成就来说 他的心目中真的只有棒球 你看 他已经在这次拿掉WBC的这个冠军 又拿掉MVP的时候 他跟David Ortiz问他的时候 说你怎么那么厉害 他说祥宾 我问你一个认真的问题 你是从哪一个星球来的 是外星人 他其实就说 我其实觉得我自己没什么才能 要说真的话 那我只有为自己喜爱的势力 你事情全力以赴的才能 因为我一直找不到 比棒球更有趣的事物 所以一心只想的棒球 他一心只想棒球 没有错 事实上你仔细来看 他的这个生活里面 真的就是棒球 那不是跟公本武藏一样 每天就在训练 每天在吃 这个睡觉时间 他睡觉时间也很长 对 那没有睡觉的时候就在吃东西 要么就在训练 所以他真的生活就是这样 所以有人是 希望他生活很枯燥 对 譬如说没有 没有交过我女朋友 这一次就被人家传言 那甚至他 你知道他回到日本 他说我只有在日本 一年里面我只有去吃过 四次餐厅 在我家里面以外 我只有去过四次 所以他事实上 他就是生活中 真的就是那个样子 对 很贫乏 你就觉得说怎么那么无聊 枯燥 所以他只有练球 重训 然后睡觉 吃饭 对 他生活就这样 对 也就是因为他生活是这样 这次才能够 为什么在最后的时候 能够删证掉美国的Trout Trout也是很厉害 我们就讲 他目前为止来说 是天下第一人 这几年来说 拿过三次的年度MVP 他也是非常厉害 结果被他KO 刚刚不是讲吗 他说我非常了解 我的这个队员 我一定要用120分的这个努力 我才有办法赢过他 要挑出最好的一个球 对 那你是研究美国吃棒的 是的 你说Trout是一个 没有阿基里斯健的人 对 事实上Trout如果说了 人家之前美国曾经有报导 如果史上最完美的棒球 打击者之一的话 那大概就是Trout 第一个Trout 他是完美的打击者 他打击几乎没有什么 太多的这个死角 而且他不但打击 不但没有什么死角 他的攻击指数 包括说他的上累率 他的长打率都非常高 而且Trout其实也是很认真 在练习的棒球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能够爬到这样的高度 你没有很认真的态度 没有这样子 他能把整个棒球 当成是你的唯一的话 那其实是不太可能 会办到的这些 所以他接着Trout的你说 第一个 他的所有的数字都非常好 对 当然他长打打击率都非常强 对 而且但是这次呢 他还是说啦 最后感觉 没有人是我要的结果 感觉糟透了 不过Trout已经预言了 他下一届他一定会参赛 那这个目前为止 这个大午小平也会参赛 所以他们两个下一次 会不会再度对决 哇那这就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状况 而且我觉得大午小平 讲了一个我觉得 非常有意思的话说 你为什么要去跟我双刀流 你头久都投手 打击就打击 干嘛两个都要做 对 他说我如果当双刀流 我自己投手失去的分数 对 我自己把他给打回来 对 不是很有趣吗 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其实人家就说 你也太猖狂了吧 我就形容回到过去一段时间 知道他刚开始 要到美国的时候 保险那大家都嘲笑他 你就当双刀流 怎么可能 你在日本职场 或许有可能 你在美国怎么可能 为什么 因为美国之前 那个记录已经是 1914年 贝比鲁斯 你有十次 十个胜场 十个全力打 那是一百年前的记录 你怎么可能做到 他们都说 你这个是高中生的想法 就他一开始去的时候 其实 你知道为什么 他会选择天使队 当着他的这个球队吗 因为天使队是同意让他做双刀流的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其实有受伤过 那受伤过的时候 后来这个 他们的教练 John Madden 就跟他说 那你可以去尝试看看 结果他就开始尝试 他就开始尝试 他觉得说 哇 这个球队对我太好 所以他为什么会在天使队 其实跟天使队 愿意让他开启双刀流 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而且他跟他讲 他的打击 跟他投球的球数 在大联盟 都是名列前虚 当然啊 我们跟他讲 事实上以他这个之前的打击 你看他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 单季打出46支拳内打 然后他去年的话 又可以拿到十多胜 这个你任何一项记录 拿到当年的光是投手 或是光是打击者的 这个所谓成绩 都是很了不起 所以他当然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那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 主要原因就是 你看着他的训练菜单 你就知道说 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 这个为了棒球而生的人 训练很强 对你看 包括说你看 我们曾经说过他的胃脱 这个握推 两百公斤 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 然后包括说牛棚的练习 他握推两百 就得把他上半身的肌肉很强 对 然后还有科学化的这个 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的脂肪 我们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 你看他取这个杠铃起来 你看他很重 对 保健 那他这个取这个东西 取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他的下盘力道会非常非常稳 然后除了这个训练机制 还有科学的训练方法 然后每天睡八个半小时到九个小时 也就是说 而且他尝试各种方法来增进他的睡眠 然后增加他的所谓的快速恢复体力的这个状况 而且他在球技的时候 他会遵守所谓散步远走 不在球场上面进行所谓的打击練習 然后不会举办所谓赛后的记者会 然后像原本的饮食习惯说不 你知道 他原本会吃这个乳 这个吃这个蛋的 就没想到他现在不能够吃蛋 因为人家发现到说 他的体质不适合吃蛋 所以他把他戒掉 因为他以前很喜欢吃欧姆蛋 你知道日本人吃饭的时候 都很喜欢吃欧姆蛋这样 所以他说他把他戒掉 然后改用无夫子的这个饮食为主 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天使队专门针对他的身体 还帮他设计专门的菜单 对 但是他也要能够贯彻 因为很多美国的这个NBA球星 或是大联盟球星 根本不甩你那一套 但是他能够贯彻 所以我才说 他能够贯彻执行球队给他所有的这个方针 他才能够变成是现阶段的成绩出来 好 会是 第二就是讲到大虎小民 有一个不可思议是 他有个习惯动作常常被拍到 他喜欢捡垃圾 刚刚讲 在高中的时候他讲 你要去这个扫厕所 就到了大联盟 你已经是一级的球星了 昨天不是讲那九宫阁吗 九宫阁讲讲 你不是有一个人品吗 人品里面就有一个捡垃圾吗 那捡垃圾我讲 你嘴巴讲讲而已 没有啊 他真的喜欢捡垃圾 还有 他的钱都交给他妈妈 然后他妈妈一个月 只给他三万块 这真的是 你赚那么多钱 你妈妈只给你三万块 我跟你讲 他们现在已经用 应该是说在2018年的时候 美国的媒体 已经用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大虎小民 就是你好到不真实啊 你整个人好到太好 太耐心了 他喜欢捡垃圾 对 他就说怎么 他说因为他很多采访里面 他不是采访大虎小民吗 大虎小民走过去就捡垃圾 你看他想说天哪 这个人走过去 他真的就代表 他已经内化成 自己的一个举动 那一开始大家还想说 他可能是一个日本人 非常爱干净 现在整个回过头来 不是哦 把九宫阁的那个调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 他十七岁的时候 他就告诉自己 他要维持他的好运气 维持好运气有什么好方法呢 第一个打招呼 第二个捡垃圾 第三个打扫房间 第四个对裁判的态度 第五个读书 第六个受人支持 第七个正面思考 第八个珍惜求聚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从十七岁开始 他为了要一个好运气 他就内化自己 我看到垃圾 我就要捡垃圾 而且我这捡垃圾 不是在 不是的 你在球场 你在公开场合 你只要看到垃圾 你就要捡垃圾 刚刚一个画面看了 其实你很感动 他是在球场上走路 所以走 他手上也没其他东西 他就直接把那个垃圾 放在他的口袋里面 所以你就会 你看这是一般好 你没有在球场上来 你看到垃圾 你捡起来没关系 你连在有没有 他在跑步 他在球场逃步 话题不止 这个真的是 已经内化成一个直射 直觉反应的动作 你手上还拿球套 拿球套你还要捡垃圾 这真的已经是 变成是内化一个反射性的动作了 不过这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国外媒体曾经有写过 就是说用一个叫做YACUSANE 什么意思呢 棒球之子来形容他 就是说他的整个人 他的每一个细胞都是为了棒球而生 所以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他们举出了大概有十到十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其中一个不寻常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他在日本打火腿队的时候 他的年薪已经高达3.2亿的日币 相当于新台币7500万元 结果他妈妈每个月只给他30万的零用钱 30万日币的零用钱 然后换算下来一年 等于是简单讲 你一年大概赚个一百块 但是你一整年的花费 你妈妈只给你一块钱 那你想说你妈妈怎么只给你百分之一 钱都交给妈妈了 对都交给妈妈 想说百分之一怎么这么少 不好意思 你知道他一个月花多少钱吗 两万日币 你后来你想说怎么可能 想想也是 因为你每天除了打棒球之后就在睡觉 而且他的兴趣是 他花五千块 而且超级好笑 你知道那个火腿队的队员 人家就说 怎么可能大股翔平常这么帅 球机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没有交过女朋友 结果他的球队队员说 他真的没有交过女朋友 因为他只有两个兴趣 一个是棒球 另外一个是睡觉 睡觉是自己睡 没有少别人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他真的实在是一个 未棒球而生的人 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的最后就讲说 他一上车就睡着了 对 而且他们就说 据说他在日本 在美国的时候 他就更开心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球队 有睡午觉的习惯 一睡一两个小时 所以他就每天都在睡觉 然后睡得很开心 然后第二个情况是说 你知道吗 像这样子的运动球星 人家都会说 你有很多代言嘛 那你就那么 一定很多的男生 把开一辆好车 是人生追求的一个 成功的目标之一 就是你知道大股翔平 他没有驾照 他不会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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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代言Push 废话 因为人家这么有名 当然代言Push 就你知道吗 超级好笑 他代言Push 那你不会开车 你怎么代言Push呢 你这种顶级的 不是叫名车美女吗 他都没有 他不仅没有名车 他连美女都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他开车 是一个日本男生 结果他不是代言Push 所以人家就带他开Push 那个人还跟他 你看 走着脾气 人家跟他说 我跟你讲 这张Push的特色就是 你从零公里到九十六公里 一朝二点六秒 结果他听了都非常害怕 把他说句起来说 真的好可怕 然后他其实用笑的方式 来掩饰心理 后来他讲说 天啊 我都流汗了 我吓到流汗 所以他其实一点都不隐 就一种飙速的感觉 在旁边的人笑得快死 你看他有没有 他说我都流汗 我吓到流汗 结果不然我们看到之后 他下车之后 他马上用日文 跟他的日文翻译说 真的刚刚好可怕 所以你就知道 你是诉求王 他诉求王 他没有驾照 所以他代言Push 所以他就所有的反差 他都让人家觉得 这个人真的是太纯粹 纯粹主义 甚至有一个美国的球评 就直接说 他说他不仅好到不真实 他甚至他认为 他打棒球 爱棒球这件事情 他不是为了追求名利 追求所谓的成功 而是他真的本人 非常享受 在球场上的一个热趣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你知道吗 大古祥平 在他高中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 要求速度实在太快了 他本来那种洋鸡 这些球队 就已经想要把他 找去大联盟 就他为了达到 二刀流这件事情 就是你要让我去大联盟 我就一定要 要头打兼具 但其他那种洋鸡队 就认为说 你怎么可能 可以当那个 Baby Luz的第二代 不可能 所以一开始没有同意他 他因为这样 而留在日本 打了好几个球技 所以他等于为了议员 坚持他所谓的 二刀流的这样子的理想 这样的梦想 即使美国人不相信我 但是我宁愿晚几年 到大联盟 我都要证明给你看 我就是要坚持我理想 我要成为二刀流 好 君 刚才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这么顶尖的 这么样的球员 走到哪里 垃圾捡到哪里 还有这一次 大家也非常意外是 日本球员经过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休息室 我们看到 美国球员不是 一边搅着这么烟草 还是什么东西 一边搅着一边噗一边搅着 一边搅着一边噗 脑都很脏 他说整个日本的休息室 仙尘不染 其实这个状况 已经不是只有在 这个WBC经典赛 我记得在世界杯也是一样 日本的球队 离开休息室之后 大家拍 完全是干干净净的 什么都归位 真的 真的是日本的传统 这个真的没有话讲 你知道吗 刚刚说他开车 对不对 他原本真的跟天使讲说 我想要骑单车去求 他骑单车 天使说不行 会引起暴动 对 可是他真的是很纯真 他真的是纯真到不行 你看他这一次 做了很多暖心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他会这么好 他对他自己的品格 教育各方面来 比如说他在对 墨西哥打完之后 Patrick Sandova这个投手 投得很好 那虽然说输球 可是他们最后是逆转 他直接跟他讲 花的pitching performance 而且贴在IG 这个他天使的队友 感动到晚上都是 哭着睡 而且你记得吗 他入境美国的那个当下 他戴的是什么 捷克的帽子 捷克的帽子 那你看捷克选手 会不会一辈子 都以他为最大的一个英雄 他竟然这么贴心的 把捷克的帽子戴在身上 而且是戴的这么这么 这么的自然 你知道吗 刚刚问他说是外星人 前面现在还讲了一段话 他说 他问他你是不是外星人 他直接没有说 我来自什么日本的 什么小城市 小城市 什么时候 对 他就是很纯真的去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 更有趣 当整个A-ROM 在问他的时候 就说你有没有以前 在美国看到 这还没有打大联盟的时候 一些你所喜爱的 这些明星选手 他说有 我喜欢的就是谁 就是比如说小葛瑞飞 就是美国队的打击教练 还有A-ROM 就是谢超亮的 他两个人踢得多开心 马上跟他这样抱得很开心 你看他多会做 可是你就会发觉 当他讲出来的时候 他是真心的 他是真心的 他之所以会打棒球 是为什么 他之所以 是因为橘齿雄心 这个投手左头 现在也是在美国打球 因为他之前看到 他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目标 所以他想要突破橘齿雄心 六队一指名 这样的一个历史 所以他才会定出 八队一指名的 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看他去打球 为什么选花卷东 因为橘齿雄心 之前就在一个学校 所以他才去念花卷东 那他在日本在2012年的时候 其实讲实话 当整个栗珊监督 要签他之前 他一直想要去美国 可是栗珊跟他谈的前两次 后来发觉他面无表情 不知道他想什么 那他又想要一直说 我要做一个先驱者 我要在美国职棒打 而且我要打很久 后来栗珊才想到 说我给你定出一个二刀 这是栗珊提出来的一个想法 没有人实行过 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成功 那刚刚讲到了公本五藏 对 他的一心 二刀流 日本的二刀流是长刀 短刀的概念 所以说那时候大家认为说 他是要什么个二刀流法 没有人想到是投打二刀流 所以说在整个火腿队 帮他定的这整个时辰 跟内容上来讲 从2012年13年 进到了整个日本火腿之后 一开始他也是 投的时候不打 打的时候不投 一直到2016年 才真正让他二刀流 投打二刀流 那刚刚讲到他到美国之后 关键是2020年 因为球技缩短 2021年那一年 对他来讲是一个最关键的 因为他之前又受伤 又整个状况不是那么好 后来那一年 教练给他了开了一个绿灯 把所谓的大股规则给去掉 让他尽情地打 可是相对而言 一样的问题 我就代表说 我给你今年的机会 如果你真的打不出来的话 就没了 就不要再跟我提所谓的 他自己很清楚 可是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他在2021年 打击大爆发 打了46支全雷党 把整个二刀流的 整个声势跟整个气势 全部向世界宣布 我就是正宗 也就有能耐 吃下这个二刀流的能力 日本这次拿到WBC的冠军 整个日本疯狂 你看他那个街机的是人山人海 当然他的整个监督 栗山因素也变成了英雄 变成英雄 当然就接受很多访问 可是有一个 这样大家就要吓一跳 他说 他九局不是这个大股去投吗 他说我没有要大股投 我要他自己找我 他说我如果去找他就要投 他不一定会答应 可是他自己来的时候 他就会甘愿 甘愿他就会全力以赴 他说他就像什么 他就像天邪鬼 什么天邪鬼 他原来是日本传说中的一种鬼怪 对关于九局下半的这个调度来说的话 栗山因素在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 就是说 其实不是我跟他提案 那我反而要等待大股来跟我说 他说为什么呢 我想他知道 我希望他投球 但是我不要跟他讲 他说因为我认知的这个 这个大股响品的个性偏向天邪鬼 天邪鬼 什么意思 天邪鬼就是日本传说的一种妖怪 他很爱故意跟你唱反调 然后爱闹扁 就是你说什么 我偏偏不要 但你不要我就要 那你别人知道 充满笑容 性格开朗 怎么会是天邪鬼呢 抱歉 表面上我许是这样 因为他 但是他其实私底下 他是一个非常有顽童性格的人 好 那我们就去讲 事实上这个目前为止来说 栗山因素也说 他真的表现得很好 可是我不想给他太多的称赞 因为他就是个天邪鬼 我就是反而要故意跟他闹一闹 他才会跟我相处的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好那事实上 我就是这样 他知道比较表现好 也不要称赞他 对那事实上 事实上第三因素他有说 他说事实上从思想开始 打底修远跟这个 这个所谓大五想品 能不能上场 他都不知道 所以他都不想靠近他们两个 他反正他们两个就跟我说 能够上场 我就上场 那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而且事实上 我们必须还原整个现场 事实上是因为大五想品 在从准决赛之后 天使队就下了一个禁止投球的命令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三月二十四号 他要进行一个热身赛 四月初的这个开幕赛 他要投 所以天使队已经下了个命令 说不要让他投 但是呢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办法说 为什么当初一开始就说 好像栗山因素也说 我不见得会让他准决 决赛投 因为天使队的确下了这个命令 但是后来是谁去讲的 是大股翔平 亲自去跟天使队说 我要投 所以天使队就放行 就让他投 他跟天使队争取 对 去让他争取 那知道 事实上这一次 天使队到底多看重他 因为他是大联盟 独一无二的产品 所以天使队这一次 有派非常多人在他旁边 那他每天睡 每天要睡觉的时候 天使队都马上会 照这个团队来 开始检查说 你今天比赛之后 有什么样身体 有什么状况 有什么意外 有什么状况 然后你知道 他的住了旁边 有一队人马 你要准备什么东西 我完全帮你准备好了 这样的状况 他有一个秘书团 对 所以他有特别的规矩 那你知道 你如果投完一球以后 马上就有人 给你做全身检查 每天都是全身检查 给你检查 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后来 天使愿意放行的 这个状况 他其实有非常多 不一样的特权 在日本队里面 所以等于说 他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比如我再讲一个例子 比如说全日本队 他们穿的衣服 是日本的品牌的 这个所谓指定厂商 但是他不是 所以他可以穿他自己的品牌 他有代言的品牌 所以他穿他自己代言的品牌 所以你知道 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反正他几乎现在是 你要做什么 你就可以做什么 所以 例三因素也很清楚 反正我跟他讲 他大概也 他要不要 那是他自己决定 所以就让他自己说吧 于是他就自己说 我可以投了 所以大虎表面起来 是一个非常随和 是一个阳光男孩 对 可是他内心是非常坚持 对 我想干嘛就要干嘛 对 而且他私底下 其实他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这样非常有意思 保健壮事实际上 他曾经在大联盟 有非常多的这个画面 被大家讲到 你看 这是之前 因为大联盟 因为大联盟 现在都很怕说 你有什么 你可能用了什么油 在那边涂抹 对 最重要要检查 就在检查之后 这是某一次 他被人家抽检 抽检之后 大虎就马上就说 好那你就上来吧 结果没想到 原本 很多大联盟球员 被检查 其实都很不爽 那你怀疑我还是怎么样 结果他怎么样 他居然在那边跟 这个联盟 裁判里面有说 有笑 就没想到 大家都在那边笑 想说 这怎么会变得 这么欢乐的一个状况 另外还有 他有一期到 这个分位球场去打球 分位球场的时候 很多人 你看没想到 旁边就有人说 哎呀 你这个二刀流 真的是很辛苦 不要这样做 结果没想到 他也没有说什么 他马上就给你 敲出一支拳内打 给你看看 所以他就是这样 所以他说 这天蠍鬼 还真的蛮像 他就是这样 你说这样 我就偏偏给你打 还是全能打 好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这是之前他在客场 他客场有时候 会被人家轰 被人家虚 被人家虚的时候 就是说 哎 你开轰之后 大家就会这样 呜呜呜呜呜呜呜 就比方他还这样 他还跟那个呜呜 他的球迷 还这样 走着过来 给你看一下 这样 就跟 还打高 还可以 跳皮的 这个给你回应 所以他有非常多 动作都是这样 甚至还有一次是什么 他跟一个白袜球迷 他在那边练头 那白袜球迷在后面看 结果在那边看的时候 结果你知道 他其实中间有网子 所以那个白袜球迷 被吓了一跳 他就吓了一跳 他就这样丢过去 结果那个球迷就吓了一跳 就那个球迷吓了一跳 他就说 其实真的 我也没想到 他会这个样子 结果他 他丢过去之后 他们还在那边拍几掌 他是个丸头 所以他其实就是个性来说 就是这样的 有点像这个 我觉得栗三树 形容得非常好 就是天邪鬼 反正我就是想怎样做 就怎样做 你跟我叫我怎么做 我偏偏不要这样做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好 那这样个性的时候 其实Mike Trump 他也觉得 他真的蛮厉害 其实Mike Trump 有人就问他说 那你怎么去看这个大鼓相片 大鼓相片 怎么让你最印象深刻 他说大鼓 他总是在笑 他觉得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因为打击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打击率 你了不起就是三成四成 失败的状况非常多 但往往很多打者 都是打不好就很懊恼 他没有 他好像就是说 马上上个球就忘记了 忘记了 反正失败 输就输我没关系 而且他说他还要 不只要打满全场 还要投到一百个球 他觉得说 这个实在是很不可思议 而且他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生气 他总是在笑 那付出了很多努力 是个很棒的孩子 光是他努力 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他就说他不断地 在休息区 重训区 都是不断地一直在练习 所以他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人 而且大鼓相片的表现 他想 他接下来的薪水 搞不好会很可怕 当然了 因为今年的这个跟天使的这个 这个合约走完之后 他准备要洽谈新的合约 那现在就有很多球队 就说你赶快去抢 包括说红瓦队 很多球队都想要抢 那目前为止来说 史上目前最大的联盟的合约 就是Mite Trump 跟天使签了十二年四点二六亿嘛 那很多人就预估说 这个大鼓 美国媒体的预估啦 可以拿到一只六亿美金的这个合约 真的是破纪录的合约 但是能不能呢 就等到今年结束 我们再看看 所以在这次比赛里面 当然讲的 有大鼓翔平 也有打笔修友 打笔修友当然讲的 他说 我现在回来干嘛 我要把我一生的武艺 就是交给了我的这个 后辈 我要把我在大联盟的经验 好好的传承给日本队 他想你有做什么 你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而且你有的表现 还被打入了全力党 可是第三因素是跟他讲说 他要跟打笔修友说对不起 原来打笔修友 真的在过程里面 他要做很多事情的 第一个他要看球赛 第二个他真的要把 他知道的事情 手把手的交给他的学弟 保杰哥 我真的从第三因素监督上看到什么 叫做事败功倍 而且带兵要带兴 回到日本 万人空向 所有的媒体都要访问这个冠军队伍 第三因素上来节目第一次讲 两个东西 一个就讲 大鼓翔平是天邪鬼 他意思是说 他很调皮 我不要讲 他来找我 他就会拼 但你知道他怎么跟他拼 而且他打得好 我也不要跟他 但是因为已经得冠军了 他当场第九局上来 他是告诉大鼓翔平 你就去 输 我就跟你一起输 赢 我给你一起赢 拼下去 最后三球 三阵的那个神尊 好 但是大鼓翔平他们是师徒 但是你看 他回到日本上节目的时候 他特别讲了 大家没有关注到打笔修友 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这些打笔修友 对意大利 对韩国 对美国都掉分 那他又是这么资深的投手 他又是大鼓翔平 看到要脱帽 鞠躬的前辈 那怎么办呢 我跟打笔修友道歉 球迷们可以了 虽然打冠军 没有人在那边酸 可是他的表现是不好 我来讲 我是监督 立善一是说 我对不起 打笔修友 他为什么对不起 因为我让他 太过消耗了 每一场球 尤其到了美国去以后 美国的打者 我们日本投手 不知道怎么打 打笔修友知道 他对球过很多的神打 他都认识 然后他熬夜 告诉我们所有日本投手 跟他讲 这个打者 我们要怎么对付他 他说花太多时间了 所以自己没有调整好 所以他表现没有那么好 你看 所以他真的是球员兼教练 他萨哭拉 全部做给打笔修友 所以打笔修友 你看我刚刚从哥在讲 会不会打下一届 跟第三因素有关 他一回到日本 就告诉所有日本人讲说 打笔修友 这表现没有那么好 对不对 没有错 我的错 所以他先道歉 跟打笔修友 第二个 我们都在讲大鼓翔平 讲村上中龙 对不对 神打神童 可是有一个人没有被提到 监督又提了 那个人呢 就是原田壮亮 他怎么回事 他在跟南韩的那场比赛的时候 因为他跑得很快 他又是一个游击手 所以呢 他的速度很快 因为选球就放下来 他李磊被牵制以后 他跑回去 他的右手的小拇指 保健你看一下 右手的小拇指 直接骨折 直接就扭到都弯掉了以后呢 他下去休息一下以后 这个第三因素教练 因为他是他们的主力球员 他说你这样还能打吗 他拿起一颗 止痛药 吞了以后 连水都没喝 跑回去二壘 他又要回去 又要去防守了 然后他跟他讲说 还能上场吗 这是南韩那一场 手断了骨折 但是他把他包起来 你看 他把手包起来 后续打击也是这样 包起来之后 继续打 而且从这个 B组一路打到美国的最后 拿到冠军 然后他告诉他的 这个教练讲说什么 他说 立山监督 我只有现在了 我的所有都堵上去了 他说好 既然你这样讲 我就让你上场 所以呢 他跟大股强平 有Kizuna 有羁绊 村上总绒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了 他在对墨西哥那一场 五个打击 前面四个被三振三次 到了最后你知道吗 他其实后来打击 他很喘 因为这球就要决定一切 他想短打 我是这个村上总绒 我是最强的打者 第四棒 要短打怎么办呢 结果在上场之前 监督告诉 打击教练跟他讲说 监督告诉你 立山教练说 通通交给你了 打 全力挥报 他就打了 结果两分胜利打点 打赢了墨西哥 然后最后进到冠军赛 又打赢了美国 所以每一个球员 他非常的了解 所以连王真智都讲 神调度 我在日本看 我对他太服气了 因为整个场上 达比修友 村上中龙 大股强平 都是球星 这么说球星怎么掉呢 他早就想好了 在最后一场 他都没有想过 第八局可以让达比修友上场 第九局可以让大股强平关门 立山因素监督的调度 连王真智都非常佩服 而且说在这过程里面 他对他的球员也太熟悉了吧 那他的球员 对他也太服气了吧 所以我就讲 大股强平是这次的精神物影 拿到MVP 可是大股强平 他之所以能够完全放开 他相信这个立山坚度 而且他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了 其实宝洁哥你要知道 大股强平刚到美国大联盟的时候 前面刚还春训的时候 表现是不好的 可是后来呢 他也一度受伤以后 他有一个限制就是 如果我明天要投球 我今天就不上场 如果我当天要投球 我今天就不打击 可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 天使队把他的那一个 整个的限制给解开以后 他表现非常好 所以他就二刀流 就整个展现了 所以这一次的 这个世界帮手精神赛赛 教练是神调度 打击跟投球都是经典 好 立山回到日本 接受访问的时候 我们真的觉得非常有趣 居然大股小龙皮 是这么调皮的人 竟然是说 你认真做 你会做得最好 他是一个天邪鬼 更不用讲 打笔修在这中间 扮演这么吃重的角色 其实立山在整个 很早大股在十多岁 十七八岁就认识他 因为他从高中就关注他 那立山一开始看到 大股的时候 他就说 他只用五成的功力 五分力在打球 为什么他认为 他能够 这个所谓的二刀流 所以他看到就是 哇 这个高中生 只用这样的能力 就已经打出这样的水准 所以代表他 如果真正把他能力提升到 他自己 全部能力放下去 他肯定可以 这两样 所以他才会有 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是一开始 他也知道说 就像我之前聊到说 他跟大股在前面几次会谈的时候 大股是不动声色 就代表他脑筋在转 可是他并没有明白的 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说 那他又一直坚持说 他是一个 确实蛮任性 他一直坚持说 我就是要 做先驱者 去高中生 直接到美国 这样子以前是没有例子 所以说 因为立山知道 他的这样特质 所以他知道 这个人本身 你不能用这样的沟通 跟他这样来沟通 你不能拉着他走 你只能顺着他走 二刀流 那这个二刀流 又提一个完整的计划 引起他的兴趣说 这样子好像比我想的更有趣 那我想要尝试 那立山一直表达说 大股在日本的这六年 五年六年 是立山心理压力 最大的时刻 他很开心 后来他去美国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人间的瑰宝 可是他很担心说 在他的手上 只要他的一个判断做错 可能就把这个 有史以来最有潜力 最有能力的 这个棒球选手给埋没了 所以他每天都是战战兢兢的 在规划他的课程 尤其他开始要二刀流的时候 一开始不是很顺的 还好 当时在活得队 有一个训练员 叫做中原 那他真的就针对大股的需求 可是因为 你如果真的两套 投手跟打者的内容都要吃完 根本来不及 所以他会开始帮他 在不影响他的节奏 不要让他跟别人 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开始帮他把一些 该有的基本的训练浓缩 然后让他能够两边兼顾 那不会让他觉得 好像跟别人的训练 时程都不一样 变得很特异 所以说投手的训练 跟打击手的训练 是不一样的吗 完全不一样 而且非常持咒 一般人 你不要说去打的表现好 你光接受这个训练 都不可能吗 对 所以说 他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 像Altice 在他自己的Podcast里面 就说他怎么可能 他哪有那么多的时间 可以接受这两套 完整的训练 可是你后来就发觉 从他在整个日本 一直到美国 他后来的训练方法 他有很多 比如说他在整个 拳力打墙丢球的方式 还是他不做户外的打击 他只做室内的打击 都是因为调整出来 让他能够维持那个手感 精准度 跟整个球的一个球威 可是就不需要花费 他太多的时间 再加上 他要有充分的睡眠 尤其他也认为 五岁很重要 所以说 这个二刀流 能够真正成功 其实大家都在看 栗三眼也是 真的是吐了一口气 因为好不容易 把他送到美国 而且看到他还能够 打成这么样的 有一个张力出来 后来你知道吗 在这一次的 整个最后的比赛当中 结束之后 栗三眼说 他不会给他 太多的什么掌声 尽管他真的打得很棒 为什么 他一直是在旁边 鞭策他的人 因为他一直说 大谷受到世界的掌声 所有人对他的 那个推崇太多了 可他需要一个 真的讲真话的人 所以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就是栗三监督 所以他一直跟他维持 一个很好的互动 再一点 很多人问说 那到底大谷的极限 在什么地方 他有没有天花板 栗三说没有 不要拿任何人的例子 来放在他的身上 代表就是说 他说21年的时候 他打了46支全力党 大家就说 这应该已经算是很 他说没有 我觉得还好 意思就是说 他认为大谷 在他的生涯过程当中 还可能会一直往上突破 突破 不要给他射线 那这也是在这一次的 整个经典上 我们看到 跟以往的日本教练 不同的地方 我们下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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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转了